新竹 竹北 他們這些居民的用水 其實來自於一個叫做隆恩宴的取水口 那這個取水口它的位置 其實頭前溪已經算是中下游的位置 那這個地點以上上游其實有竹東 瓊陵 這些其實相對來講不是非常小的城鎮 那竹東 瓊陵這邊為什麼會污染我們的水源 主要有三大方面 第一個是其實竹東鎮上跟瓊陵本身就有工業區 那上面裡面有光電廠 封裝廠 甚至於有廢棄物處理廠 那這些工廠他們的工業廢水 事實上就是直接放流到頭前溪 第二個是竹東鎮的掩埋廠 它其實現在等於是說是佔置垃圾 所以他們那邊現在其實有堆放垃圾 然後垃圾的污水其實就是沿著沙坑溪就進入頭前溪 也沒有經過污水處理廠 第三個就是家庭污水的方面 竹東鎮目前已經超過10萬均 那他們的下水道接管率 事實上整體算起來只有15% 和平公園那個部分其實 原來設置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進化 竹東中心河道的家庭污水 那那個家庭污水的量非常的大 可是事實上現在的狀況是 第一個和平公園裡面的水車根本不是運作的 它常常都是停止運作的 所以所有的水幾乎99% 都是直接流入頭前溪 這是家嗎? 家嗎? 家 自然水檢驗沒有在驗這個 以前啊政府都沒在驗 這幾年才行 是啊 九九才驗 通通都送給你們喝 試喝看看 然後西竹寫了這次啊 其實不是5台 只好 一下 口口 cup vey 反正 試冬 就 classe 不要 這個 呀 反正 你真的raktion 你真cipline 很好 我們要喝乾淨水 没有沉默 没有雪假 大家其实都跟各位一样 平常上班在家照顾小孩 他们利用他们很多晚上的时间播出来 把我们从去年六月 一直持续在关心水议题的这个过程 用很简短的行动剧 来跟各位共同关心的朋友们 一起来了解整个水发生了什么事 感谢观看